2016年2月10日,还是中国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三,加拿大多伦多华人社区还沉浸在新年欢乐团聚的气氛中,人们喜气洋洋,到处张灯结彩。 我的朋友Victoria突然打电话告诉我,方惠兰议员要在她University Rosedale选区送红包,凭着我的职业敏感,立刻觉得有新闻可挖,马上带上摄影师和设备,向着Chinatown狂奔而去。 加拿大的国务部长不太像其他大国的官员,没有那么多的随从,身边有些朋友帮忙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旅行,你不能拍摄一下这条? 好,谢谢! 好,谢谢! 我来到你多远! 谢谢! 我给你多远更多的拍摄! 你不想吃飯嗎? 好嗎? 謝謝 我們要吃飯 謝謝 非常好 恭喜 謝謝 謝謝 新年快樂 我是猴子 方惠蘭一邊為大家送紅包 一邊和大家聊著天 她告訴大家 今年是她的本命年 2016年一定會為她迎來好彩頭 在快樂的氣氛裡 方惠蘭也一直用漢語 向大家恭賀新年 Victoria告訴我 方惠蘭是烏克蘭移民的後裔 她和孩子們在家裡 除了用英語交流外 還有烏克蘭語和漢語交流 是一個稱職的母親 在那China Town發紅包前 剛參加了兩個會議 一會兒還要趕到下一個點 參加來自香港的貿易代表團的商務談判 她每天的工作排得很滿 但一點不妨礙 她盡一個母親的責任 聽著Victoria的介紹 我心中泛起了對加拿大 這一代新政治家的敬仰 眾生平等 是加拿大聯邦多元文化國策的核心 隨著時間的推移 發紅包活動結束了 我悄悄看了一下時間 前後也就15分鐘左右 相當有效率 好的 再見 很高興見到你 你現在要來我們 宴廣場嗎 是的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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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飛去 好 好 既然 好 立身本源 但立身之本是勤劳正直 踏实肯干 为广大选民实现承诺 促使每个政治家 必须在日上不断进取 这让我想起了 我们加拿大国际电视台 制作的一部纪录片 《和平养一线天机》 里面的解说词 中国人对天下大同的理解 在这里得到了真实的体现 感恩对多元文化 张开双臂的加拿大联邦 我们相信方慧兰议员 下一个15分钟 一定也是在勤劳务实中度过了 因为这就是加拿大联邦